桃園航空城是史上最大的征收案 征收范围广而且齐城长 还有说今年三月底前 如果搬钱的话 可以领20%的奖励金哦 但是说得好听 很多都是看得到吃不到 我们到现场去访问 看看这些被迫拆迁的居民 他们怎么说 我们这一整条街 住了四五十年了 都住在这条街上 那这一条前面这条马路啊 是以前 那个滨海公路还没有的时候 从主委要去到大圆 唯一一条公车一定经过的路径 然后这边过去就是主委渔港 然后左前方那个是主委国小的学区 那边是主委国小 就是那个EVA Air 那个航空在下面那边 同样的你们站的这一大块 二十几亭的地很宽很长 你现在同样的这样 去到了新的地方 他们说换一块底价地 让我们盖房子 光是地起建也是十八平 说只能起建十八平 我们这个是二十二平多 我们同样的条件 去到那边地我还要补一百六十万 同样的房子六十平 去到那边建平建六十平 我们还要再补 因为它的平点单价不足 所以我们还要再补个三四百万左右 对所以就是完全的不合理 因为现在换过去那边 它根本就是一块荒废的地 连农地都不算 结果我们这边生活机能 已经发展得很好的 我们却变成我们一块繁荣的地方 你说有学区有商店 这又是交通必经的要道 结果我们去到那一块 还不知道能不能有好的生活机能 他就用未来的价钱说 我这边有捷运哦 所以我的地跟你收一瓶十万 但是我要卖给你一瓶二十一万 所以我们去到那边起建 同样的生活条件 可能他跟我们说二十年以后 可能期待未来的生活条件 但是眼前看得到的 就是同样的条件过去 我们马上就要负载三四百万了 甚至是五百万啊 我们怎么有办法负担 就看有多讽刺 整排的民房整区 这整个竹尾里是被灭春的 整个竹尾里是被灭春的 都是真的 讽不讽刺 你现在就看得到 一个大财团的一个仓储在那边 他就没有需要被征收 因为他就是不晓得 你不晓得公权力怎么化的 他就是说他本来就已经在这个区域内 他本来在 没有他本来就在机场 对对对 他就在机场了 所以说他化得出来 他不是 他能够把这个财团的既有的基础 不要破坏他 但是老百姓整村就灭掉了 你都不晓得他们怎么这么会化 那你为什么不把这边化成原来也可以发展 不用破千了 就大概一起发大财嘛 就不行 就不行交出来 有生活机能了 你就让我们这样的六十坪移过去 地价不用同富 房子不用负债就好了 民众要求没有很多 没有他说我给你们十大优惠啊 甚至少就说我给你们十大优惠 我让你贷款啦 可是我觉得我们游会完毕之后 我们的地还要整100坪 房子的旗舰到现在还跟不上中央的营造物价指数啊 跟不上啊 贷房子要自己租喔 贷房子他有补给我们建物的费用 但是不够啊 他跟财团的供应链要维系住 老百姓的权益不是个事情 老百姓基本上是无能为力的事 只能看着财团跟政客发大财 我们可以看到外面这边还有路灯 公用路灯 但是一走进来 桃园航空城的淡黄区 竹尾里喔 如果不讲说 这边是因为搬迁的关系 这两边全部都搬光光 真的很像废墟的鬼城 非常非常的荒凉 晚上走在这边还蛮要要格外小心 你看这个搬迁走之后啊 屋顶还怕漏水还有水盆街 然后家具啊不要的全部都 拿到外面了 看这边都已经被断水断电 然后再继续看 像这个透天簇 这个围墙啊还有二楼三楼都已经搬迁走了 像这钉上板子上面写号码的就是 都已经是地震机关来征收 点收完毕 所以才会盖上这木板 然后等于说是可以去领补偿 但是补偿费非常非常的少 根本没有办法到外面 再去买一栋新的房子来住 而且每一户呢据说 都还要自己贴个两三百万都有 这个也是都空荡荡 鼓励财产权这是宪法未接 所以保障我们地主间的权益 包括说地价怎么算 征收的价格怎么算 如果说呢 政府只是按照一般的法规的规定 去说我这样算出来土地的价格是多少 那我到时候安置给你的房屋 现在的行情是多少 用现在的土地价格 然后呢去征收你的土地 用未来的房屋的价格 去叫你去选那边 去安置在那边 那整个是完全不符合公平正义的 我地主拿土地给你 然后让政府开发 但是呢 我却没有办法 我没有钱 我也没有办法重新盖 我是被迫的参加 那未来价 在新的地方有把算进去 但是在现在的地方 要补偿给人家 反而没有算进去 会这样吗 以平点的方式的话 会这样 因为平点的话 你是平点现在的价格 平点你现在我要补偿给你吗 我现在这个地方的价格 应该怎么收 比较合理 对 他也许要去反映说未来 但是他就是平点 现在我补偿给你的 市价是多少 譬如说我营造成本这么高 那地主以后要盖的话 成本也这么高 那应该用专人的方式 去讨论怎么样去补贴给 我们这些住户 这些地主 这样才公平吧 是 但是看起来没有 不是 你现在法规上 说我的调整率 只能几% 对 然后我已经补给你了 这样的话 你也不可以再跟我炒 我觉得这样不是一个正确方式 好 我们看到这个 真的很像废墟的鬼城 当然搬迁之后 就是空荡荡一片 但是呢 有多少的住户居民 他们是被迫被强迫搬迁的 我们现在来看 现在搬迁之后 他们在外面 是可以领80个月的安置费 等于说你可以到外面去租房子 但是要搬到什么地方 刚刚说这边一瓶补助 生活机能完善 他们从小住到大 一瓶10万块补助征收 但是到新的地方 是一瓶21万要去买耶 多了一倍多 来 现在看到这个地方的是 前空军基地 现在是四海军基地 那这个地方现在看起来 有一点整地 但是其实就是荒烟漫草一片 好像也还没有建商 买个建商来盖耶 那连建造什么都还没发 那请问 现在郑市长要下台 那不晓得未来 那就要张市长 张市长要怎么来处理 要来处理他 那这对新的事情何以堪 现在在当地 包括竹委礼被灭村的海口等等 现在还有300跟500人 还在这个原地 他们要待到最后一刻 因为任何的补偿 当然对他们来讲 对外说都很好听 那郑市长还有十大优惠 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 这个评点机制不足 评点我们现在来看 让大家了解一下 我们的台湾 这个总体经济指数 是每年每年会成长的 先请大家看这个虚线 这个虚线是指 这个营建工程的物价指数 每年就是这样子 慢慢的爬升上来到这边 现在应该是到这边 那这个红色呢是新北市 他们用新北市来做比较 新北市你看就跟着这个 营建物价指数的波动 一起来调整 那现在呢我们来看 最下面绿色的线 有没有看到这边躺平一条线 到这边上来一点 又躺平到这边 这边是2017年 据说居民刚刚看到 一群居民在 桃园市政府外面抗争 那所以抗争之后呢 搬出十大优惠 而稍微平点有调升 但是照理说调升到这边 现在应该是14.7的平点 但是呢他们征收 在某一个时间点前征收 只有征收12.2的平点 这差很多 差很多 那照理说这个居民他们画出来 桃园市的这个平点 应该是像紫色的这一条线 你看差很多到这边 应该是在这边 这个地方是十 大概是十六点多 跟新北市不要差这么远嘛 人家新北市都有调 但是桃园都没有调 那是12.2的平点 跟应该调到14.7 这差一两百万有哦 那那个郑文餐市长说 每个人就是去到新的地方 不但有十大优惠 还给你这个千居安置费 等等 但是实际上算一算 每个人还要付300万 400万500万 很多人四五十岁 在当地呢都已经一辈子的房贷 好不容易搅完了 现在又要重新再搅 那重新再搅是重新新的生活地 这个荒烟漫草能够接受吗 所以他这个是对一个个人跟家庭来讲 是非常大的成本 就是心理上跟社会上的成本 因为我本来在这边可能是卖鱼肉面 我这边是做什么生意 我开这个杂货店等等 你先把我根拔掉了 我到一个新的地方去 那我怎么样生存下去 对不对 而且我刚刚讲了 这个现在所有的建材的成本 都你要照那个物价指数来调整 比方说钢筋水泥现在你随便去查一下 这是政府的资料 钢筋水泥一瓶要8.5到11万 8.5 八万到11万 钢筋水泥 那加强专照 因为刚刚我们看的那间房子 有钢筋水泥的 最起码是加强专照 我们现在台湾已经没有茅草屋 不然都没有 所以一瓶最少要7.5万到8.5万 所以你比较这个低的话 人家根本就 所以为什么要 每一个人还要再去贴钱 贴钱几百万 那这给的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 对 那个署长我们比较一下 你刚刚查到的 Google一下就查到了 就是如果我要重建一个房子 钢筋 混凝土 造的 8.5到11万 8.5 八万以上 8.5万 但是现在台湾市政府 重建价格是6万5 那如果是加强专照的建材 Google一下 7万5以上 对 那现在它是给5万6 那这个是根据土征法31条 照理说你在任何的补偿上面 建物征收补偿 以重建价格来固定 重建价格 并且要得到完全合理的补偿 你不可以去把人家房子折旧又算掉 就是全部用重建价格来算 你不能讲说把我钱多少年的房子 要算折旧 你不是买我旧房子 你是要让我搬到一个地方去 我要一个新的房子 对不对 我的旧房子折旧我怎么用 是 对不对 你不是买我旧房子 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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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针进铁呀这样子这个民众怎么活得下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